競載月通 渣渣 這支 渣渣 好像在賣藥 今天利多出來了 等一下來跟各位報告 Apple最新的 invitation 已經寄到 各大廠商 各大媒體 等著看吧 2月5號開始 空單回補 全力做的都懶得講 我們就講這個禮拜就好了 今天也8月底了 8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各位不曉得你的感受是什麼 禮拜一 大象18根 五峰五峰 讓你走路 五峰啦 全國所有會員 大象19根 全國會員獲利出青 全國會員獲利出青 去慶祝吧 智威接棒 再度大小 我說小資金的投資好朋友 低價好股 老師不會忘記 老師不會忘記你 自圍去給四百零七塊 四百塊 獲利出青 有大 有小 亮 登 漲停 有大 有小 尖尖 尖尖 這幾 大象20根掌停今天 等一下我要問各位一個 蠻有趣的問題 您賺了幾根 有大有小 尖尖 這幾 尖尖 尖 尖 獲利出青 全國會員週末愉快 先看一下好了 8021 有大有小 有沒有 一個小 一個大 一個大 一個小 有大有小 尖尖這幾 8021的尖點 成交量將近一萬張的股票 開超級大門 走超級大路 各位有沒有賺到超級大獲利 還好啦 兩天 今天差一檔到要漲停板 利多見報 法人外資又在大買了 怎麼那麼巧 怎麼那麼巧 獲利出青啊 我在年輕的時候啊 在看投資節目的時候 在看投顧節目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要講這麼 這麼用力 這麼賣力 如果有全市場第一的績效的話 我想應該不用這麼累啊 所以說實在的 我很想說 每天的節目 我們就放我們的績效表就好了 全國會員 對一下時間 對一下價錢 渣渣 時時的獲利 直達各位的心理 周末是非常開心的日子 今天大盤下跌了 四十二點 老師我看完你的股票 我以為大盤漲四十二點 我以為大盤漲一百四十二點 沒有 今天大盤下跌四十二點 這是我希望教導給各位的獲利之道 當你把獲利當成是一種習慣 習慣久了變成自然 這就是我要教導給各位的獲利之道 講再多啊 都是假的啦 只有實實在在的獲利 渣渣 實實 那才是真的 能肥心肝 非正位 正位只是但 神奇著義 非智人 智人只是常 一樣的心 一樣的步驟 選對好股 再創代表 我想今天啊 我就不花太多的時間 跟各位數 心象的這二十根的掌停板 其實我真的覺得啊 我希望在每天的節目當中 我教導給各位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用教導這兩個字 人家說文道有先後 樹葉有專攻 在你的專業領域 請你相信 我做的絕對不可能比你好 但是在證券市場 在股票市場做投資 也請你相信 我絕對 比你厲害 因為我的觀念 來自世界各國的股神 我不會把自己神格化 所以當股票跌停板的時候 我也如實的跟各位做報告 甚至買什麼股票 我事前跟你做分享 希望事後各位可能可以看看 我們這樣子的選股的邏輯 方法 對各位有沒有幫助 各位再回來了 今年以來啊 到現在啊 六個月的時間 從新春開紅盤之後 到現在 二月五號到現在 六個半月的時間 你每天聽我講遊戲 你每天聽我講生計 這是我的投資的主軸 基亞事件之後 投資生計的兩大要領 我想我這個我都不再贅述了 各位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今年以來 我一直跟你講遊戲 一直跟你講生計 其實我覺得啦 我們來聊聊觀念的東西 我覺得遠比跟各位數 這二十根的轉停板 我覺得對各位的幫助都很大啦 我今天花一點時間 跟各位聊一聊觀念 一間公司啊 各位一間公司 它為什麼要上市 為什麼要上規 很簡單 它希望用公開籌資的方式 在公開市場 在刺激市場 做籌資的動作 你拿你的現金 拿你的真金白銀 去跟他換他的鈔票的時候 他有了錢 所以他可以去蓋更多的廠房 聘請更專業的技術人員 或者是做更更進行的研究 這是公司所有任何一家都一樣 除了那種上市上櫃來吸金的 那就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了 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公司 都是這樣 各位那為什麼今年以來我要一直邀請你 來投資遊戲 來投資生計 第一點 我看到了全世界的潮流 在這些Macro的國際的經濟面 Candy Crush的IPO 英國的King開發商 他旗下靠這款遊戲 從兩百萬的新台幣變成了兩千兩百六十億 新台幣市值的公司的時候 我知道各位的你的機會來了 再講回來 為什麼今年以來我不斷跟各位 把重心放在五二六三的智威 三二九三的星象 四九九四的傳奇都好 為什麼各位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遊戲股現在叫文化產業 文創產業 這些遊戲股 它能夠帶來給 一般的大眾什麼東西 很簡單 歡樂 希望 快樂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麥當勞肯德基各位 台灣什麼比較多麥當勞 全世界也一樣 麥當勞比肯德基多很多 為什麼 全世界兩種人的錢最好賺 一種叫女人 我們偉大的女性同胞 所以你看百貨公司 當然現在新型的購物中心比較不一樣 一樓是精品 以前所有的百貨公司 一樓絕對是化妝品 不然就是在二樓 因為進水樓台 可以掌握到我們這一群最偉大的消費群 第二種人叫小孩 你自己不敢 你自己那個 不敢在開的地方 你自己不捨得花的地方 我跟你講到小孩身上 你什麼都買了 真的外套看起來有得薄的 真的外套五千幾塊 那能穿多久 半年都穿不夠 因為小孩子一年就大一年了 半年就要換了 真的薄到要死 真的要五千幾塊 三天賣光 全世界兩種人的錢最好賺 一種是女人 一種是小孩 還有一種 一定要來跟各位報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帶你投資的這些遊戲類股 這個是5263的智威的產品 我想這個我講過不然N次了 I-Ride T-Ride X-Ride 坐舱式的動感飛縮 我說這個就是所謂的交通工具 不是你看到的公車啦 還是說捷運 不是啦 那是Aircraft啦 太空梭啦 還有呢 這叫V-Ride T-Rex 用實際上面 這是真實的車子喔 可能這畫面看起來有點暗 這是真實的車子 你們坐在裡面 旁邊這都是Virtue 都是虛擬的 大人 大人的台語 台語怎麼怎麼說 大人啦 大人得冷 大家都很開心 V-Ride Viva 不管是Peter Pan也好 不管是彼得潘也好 不管是白雪公主也好 小孩子在玩這套遊戲的時候 他可以去把白雪公主的毒蘋果搶過來 告訴你 不要吃喔 吃了你就會 你會倒下去 不過如果你希望有王子來親你的話 你要是吃起來好 以及智威這個叫全球的獨家專利 V-Ride Odyssey 半球型的圍頭影技術 所以我說我投資一檔股票 各位你聽聽看我的邏輯啊 我不是要跟你講說智威四個月賺四百塊 我們好強 一百五十二趴 而這一次的智威崩跌了五十四趴 又帶你賺了 三百多三百五 漲到四百零七 我們又獲利出青了 我想請各位去想的是 我們投資 這樣子的類股 這樣子的股票的時候 我們的邏輯架構是什麼 就我而言 我希望我投資的股票 我希望我投資的公司 他是可以創造更多的歡樂 更多的希望 今天智威有辦法去跟全球娛樂業的霸主迪士尼 相亭抗衡的時候 並且跟迪士尼說出 We are from Taiwan的時候 各位你知道那是一種多麼大的榮譽感嗎 那就像一種信念一樣 收看節目的各位跟我都一樣 我們擁有同樣的信念 我們投資最好的公司 去跟全世界霸主跟拼 告訴他們We are from Taiwan 各位那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啊 當我覺得智威的這 說真的啦 智威的這400塊152% 我認為這個都所謂的附加價值啦 我說了買股票 對我而言不是為了賺錢 是為了快樂 是為了一種成就感 賺錢只不過是附加價值而已 我想各位也一樣啦 你看我的電視買股票 絕對不是為了賺錢啦 如果你是為了賺錢 可能你最近才看我節目啊 我想你都是為了全家人的幸福啦 或者是你自己愛的人的幸福 賺錢不過是一種過程 一種手段而已 我常聽人家講 來股市你不是就要賺錢嗎 我認為那樣的觀念大錯特錯 因為他沒有一種信仰 沒有信仰的人是沒有力量的 沒有信念的人 他是殘弱的 各位你想想看我這幾句話 所以我說我們今天不管是投資自威也好 或者是星象的4.5D的動感巨月 可以跟自威做完美的結合的時候 我認為你買這樣子的公司 你是在幫全世界的小朋友 甚至幫我這種同心為民的大人 人家說人家越老越冷啊 你看你們家裡你們爸和你們媽都一樣啦 明明有高血壓要吃糖啊要吃巧克力 對嗎 我說這樣子的公司是可以幫全世界那麼多人 創造希望也好創造快樂也好 那是多棒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把焦點只是放在幾根漲停 幾根漲停 那個對我而言那只是一種過程而已啊 今天你知道你投資這樣子的公司 賺錢我們先把它 put aside 而你知道當你賺到了這些錢 當這些公司開始茁壯了 告訴全世界where from Taiwan的時候 您多了多少的福報啊 多少人因為這樣子的公司 因為這樣子的產品多了快樂 多了希望 多了希望 我覺得那很棒 下半段聊聊心像五峰進廣告 好 不许对你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不可自信的故事 但是对他们而言 这已经是人生中 一个想甩却甩不掉的部分 股市中方向不新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股市中方向不轻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富的是岛块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最记得啊 相用记得五分钟 亲爱的投资朋友 32-93的金像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 一定是全市场的焦点 我关心的不是32-93的金像 今天已经是第20 第20根的涨停板 我关心的是 当金像在跌停 在破底的时候 我能不能站出来 为各位来做发声 对不对 lor放出发声 对不对 halb Trav 當星象連續兩天兩根跌停的時候 我能不能在第一時間 來幫助到大家 特地是 當你看到所有的媒體排山倒海 開始對遊戲股落井下石 開始看跌說跌的時候 我能不能站出來 這是我關心 8月21號早上發了新聞 看到星象跌停打不開 趕快落井下石 記者的名字我就把它淡化了 資金退潮 遊戲股一面慘率 星象連吞兩根跌停 我想大家對這個新聞都還記得 但是我在它跌停板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這叫萬眾期待 125.5 各位今天叫162元 不多啦 30個百分 您賺了幾根 3293的星象從5月20號 我講到今天了 三個月的時間過去了 20根漲停了 各位您賺了幾根 我可以這樣很負責任的講 來 不管是星象也好 不管是今天創下新高的五峰也好 今天五峰來到超過170塊 我看一下收盤價叫173塊 再創新高 就連我沒開牌的這一檔 今天差一塊都創新高 每一個人都賺 目標價我都寫在下面 你不要再問我星象要漲到多少 五峰要漲到多少 之前全部都告訴各位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講 所有全國這一千四百多位 拿到這一份萬眾期待的投資好朋友 您現在變成四個字了 萬眾矚目 各位你現在去證券行裡面 你會發光的 你身上是有光芒的 你一進去 每一個人都在問你 星象會去到多少 五峰會去到多少 你應該中那支 到底是哪一支 各位你是會發光的 你身上的光來自於你的悲天悯人 來自於你買了一檔 可以創造全世界的人 歡樂希望的股票 這是你跟我 共同的 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信仰 我覺得好棒 今天我不跟你數掌停 我告訴你我投資股票的信念 我認為有信念你跟我 當我們結合的時候 那是一股很大 很大的力量 鑽石線上祝各位周末 超級愉快 您同一世界再會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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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就业资源 找出人生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201 冷气外泄 全非不见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